人点竹 鬼吹灯 堪于倒抖 觅心风 映尘关 青铜果 五行相冲 墨尽钱 今年最炸裂的盗墓电影它来了 全程高能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浑身冒着蓝色火焰的男人 只因抓了一只飞在眼前的小虫 结果便命丧当场化为飞灰 而周围的人根本无法救援 因为他们面前便是九层妖楼 鬼母的葬身之地 周围全都是已经干枯的尸体 少说也有上百句 而他们这群人则是从外界闯进来的 此处是昆仑山脉 这只小队的核心便是胡八一 此时越来越多的小虫子飞了过来 众人只能慌忙的躲避 一旦被这些虫子碰到 下场就是自然 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 胡八一的人生中 这样死里逃生的经历有太多 每一次是怎么逃生的 他都不敢想 时间一晃十年过去了 胡八一从睡梦中一睁开眼 发现自己竟然睡在棺材里 他忙推开棺材盖四处查看起来 随着一旁的红杖落下 一排排诡异的人偶出现在此处 没过多久 人偶的动作停下了 旁边的棺材里 却在这时传出了激烈的敲打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关而出 胡八一看了一眼东南角的蜡烛 上前用墨线封住棺材 但是没过多久 蜡烛就熄灭了 墨线也断开了 胡八一抡起匕首就要刺 结果发现棺材里的人居然是王胖子 救出他以后两人都蒙圈了 因为他们的记忆只停留在去找大金牙喝茶 为什么眼一闭在睁开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鬼地方 胡八一说 这里应该是辽代的某个将军墓 可两边的墙上却刻着汉代的云龙细珠纹 而防盗技术却又是明代官家的 这只能说明他们被人算计了 墨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有人故意设立了这个墨 将他们困在这里 胡八一很快就找到了开门的机关 出去以后 大金牙乐呵呵的迎了上来 不用说肯定是他干的 不过这是有原因的 不久前一会儿金主找了过来 为了考验胡八一才想了这么个损招 金主手里有孤末王子藏起来的半块 金爵之药 他们正在想办法打开 大金牙向胡八一介绍 中间的女孩叫顺利杨 也是这次的金主 旁边的白发老头 是考古学院的陈教授 后面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同事 顺利杨手里有一个四项吃虎索 金爵之药就在其中 他想要胡八一帮忙解开 说实话这里拍的OOC了 顺利杨一副趾高气扬 瞧不起人的模样 活脱像个反派 老胡呢没跟他一般见识 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王胖子一看这里面的东西 跟自己的祖传玉佩刚好能堆起来 顺利杨见状 一把就抢了过来 看这两块玉佩相对在一起的图案 胡八一想起了之前的昆仑之旅 这个回忆并不美好 顺利杨向他们解释 自己的父亲一直想找到金爵古城 可惜自从去了一趟沙漠 就要无音信 顺利杨想邀请胡八一和王胖子 帮助自己完成父亲的心愿 胡八一则直言 这一活自己干不了 自从昆仑山脉事件结束后 他一直有PTSD 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队友 顺利杨见状说出了他的经历 根据资料记载 当年进入昆仑山脉的人 只有胡八一活着回来了 而那里的秘密 在金爵古城中也有记载 是利杨想利用胡八一 对死去战友的愧疚 让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并且承诺事成之后 会给三倍的价钱 不得不说 这一招确实奏效了 胡八一一直对当年死去的队友们 怀有愧疚 所以总是会接济他们的亲人 现在是时候解开当年的谜团了 总不能让他们不明不白的死去 不是吗 就这样 一星人出发来到了扎格拉玛沙漠 他们找了个熟悉此处的人 做向导 根据是利杨父亲日记中的记载赶路 很快就来到了黑沙漠附近 据说金爵女王的亡魂就在其中深处 而这周围的石雕 则是阻挡他诅咒的东西 向导对此很是忌讳 不愿意再往前走了 是利杨等人却没有顾忌 一把推开老头 静止向前走去 结果下一秒 石像就齐刷刷的看向他们 眼睛里开始不断往外流沙子 向导被吓坏了 赶紧跪在地上 祈求金爵女王息怒 而当刚刚上路的人走回来时 石像们却又恢复如初了 紧跟着 远处的一大团风沙 伴随着闪电 便朝着这边席卷而来 向导背下的拔腿就跑 虎白一则叮嘱众人 躲在石像后面 随即开始推算生门所在 很快便确定 位置就在半身石人像下面 此时周围的流沙开始坍塌 虎白一连忙大喊着提醒其他人 往半身石人像那边跑 沙尘暴逐渐肆虐而来 很快就陆续有人因为地面塌陷而摔下去 塌陷的地方越来越多 根本防不胜防 每一会儿的时间 一行人就全掉了进去 幸好都没受伤 只有一个女孩急性脱水了 偏偏他们的物资 又都在巷岛的骆驼上 虎白一提醒大家 不必慌张 他们所在的地方 离金爵古城应该不是很远了 沙漠古城都会建在靠近水源的地方 找到金爵古城再补水也来得及 可几人没走出多远 就看到了沉堆的尸骨 石利亚说 这是金爵古城的殡葬形式 想不到他们竟然掉进尸洞里了 这里明显有其他盗墓贼来过 地上还有枪呢 陈教授正在研究墙边的一具金甲尸体 谁知道以转头的功夫 尸体竟然就在旁边立起来了 很快金甲尸就冲了过来 黄胖子抡起黑驴蹄子塞进他嘴里 刚定准没几表 黑驴蹄子就掉了出来 队伍中的一名老师健壮 捡起一把刀将其刺穿 甩开黑蛇后不久 老师就中毒身亡了 而后方的金甲尸则 则开始再次活动 其他尸体里则钻出来许多黑蛇 胡八一这才恍然大悟 这不是诈尸 而是黑蛇在驱动着尸体 此地不宜久留 他们拔腿就跑 后面的尸体里则瞬间涌出 不计其数的黑蛇 这里是上坡路 越跑越累 好在胡八一他们武器捡的拳 他掏出一枚炸弹扔了回去 没想到金是个哑蛋 好在王胖子紧跟着一枪打了过去 成功引爆了炸弹 众人这才脱离黑蛇的追击 可是面前的路已经到了尽头 其他人觉得这是死路一条 胡八一却指着旁边的壁画说 金爵古城就在那 这是一道门 打碎之后便是金爵古城 几人继续出发 很快就进入其中 并看到了很多眼球形状的东西 壁画中记载着他们先前遇到过的结束 陈教授推测 这里是金爵国祭祀的地方 这金爵国的人相信眼睛是力量的来源 更有传说称 金爵女王眼睛看过的人 会被困在虚属空间里 胡八一真正的看着壁画 下一秒竟陷入了幻觉 一个长发飘飘 面部被遮盖的女子 呼唤着她的名字 紧跟着是当年惨死的队友们前来索命 好在没一会儿就恢复了清醒 此时沈里扬要来了王胖子的半块玉佩 两块玉佩合并后 刚好能成为钥匙 打开前面的装置 很快内部的那块大玉珠便显露出来 王胖子贪财的本色又出来了 几人忙着地方躲好 很快另一伙人便赶到此处 他们看上去像是班山一族的 胡八一把玉珠交了过去 结果里面的东西动了一下 对方一害怕就给甩了 里面洒出来很多黑色的东西 他们静止附着在了四周的石柱上 很快石柱开始转动 殿堂的防御机制被启动 大门直接封住了 胡八一说 这些黑色的东西是藤虫 它们在玉珠内处于休眠状态 一接住空气就全醒过来了 没一会上方的那个巨大的眼球装置 就开始转动 最后掉下了一个巨大的蛇团 几人只能手忙脚乱的应对 但这些蛇并没有攻击它们的意思 反而都朝着四周跑掉了 这是大家才注意到前方的那个大肉球 它蠕动了一番伸展开身体 这是一种蛇怪 也是金爵古城的守护神 被藤树熔炼并封印在了机关内 那些黑蛇是专门用来滋养它的 所以蛇怪才能长期不死 它全身着满了斑斑薄薄的肉瘤 一张血盆大口看起来十分猙獰 头顶的罐子上还镶嵌着骷髅头 胡八一叮嘱大家别出声 这蛇怪势力不好 全靠听声辨味 甚至斑山一脉的人竟开起了枪 直接引起了蛇怪的注意 它很快就张牙无爪的扑了过来 现在没辙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能袖手旁观 但硬刚肯定不是对手 毕竟这家伙的外壳坚不可摧 连子弹都打不透 所以大家主要还是靠躲避为主 很快 王胖子的子弹就全打光了 竟然不得不效仿 秦王绕住走的方式躲避追杀 这个蛇怪巨大无比 但行动也比较笨重 它从高处一跃而下 将尸里扬一行人击倒在地 眼看着就要性命不保 关键时刻 胡白用绳子将蛇怪拽住 他大喊着提醒其他人 打蛇要打七寸 七寸断了 蛇怪的下半身就使不上劲了 胡白一一个人肯定拽不动它 其他人见状纷纷上前帮忙 打七寸显然是不现实的了 还不如想办法找找出口 胡白一仔细观察 这里有16根石柱 其对应着透地石榴龙 而这16条中 只有其中一条是通向地脉的 也正是这一条才被称为是真正的龙 根据地势和处境 胡白一很快就推算出 跟武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 于是他和盛利扬一起上前转动 跟武方向的石柱 伴随着机关的启动 中间的圆台开始旋转 一番纠缠后 前面出现了一条地下通道 下在此时 蛇怪也挣脱开了束缚 众人慌忙逃下地下通道 但班山一足的 那几个人并没有来得及下来 这下方就是水源 胡白一等人第一时间前去装水 哪知刚喝了两口 水里却突然钻出来 成群结队的老鼠 但那小的人直接被吓坏了 学生小楚更是做事要弄死这群老鼠 但被胡白一拦了下来 谁知小楚竟不服气 一怒之下单独跑走了 这一路上就他事多 从一见面的时候 就对着胡白一出言嘲讽 一遇到困难就抱大腿 完事还嫌弃人家办事不力 小楚跑到了另一个尸洞 这周围全都是尸体 没什么本事 还硬要逞能耐 结果差点被吓掉魂 幸好其他人追了过来 胡白一找到一面镜子 放上手电筒调整好位置 光就都被反射出来了 这是众人才看清 这里不仅地上有许多干尸 半空中还悬挂着不少的棺材 这些干尸的后背上 都有着眼睛形状的印记 这里要说这是眼球诅咒 鬼动族的人后背上 都有这个印记 40岁以后就会发生异变 身体会越来越差 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 血液会慢慢变成黄色 并凝固起来 最终惨死 也有的人会中途自杀 当年胡白一在九层腰塔里 也看到过这种干尸 这里要想知道 他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但胡白一并不想提起这件事 当年他和队友们陷入了幻觉 以至于情况失控 导致其他人接连丧命 不过胡白一看出来了 施利扬这一次来 可不只是考古那么简单 对方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并警告胡白一 做好分内的事就请 其他的事情少打听 后面的小楚更是恶语相向 说现在根本不需要胡白一他们了 趁早散伙得了 陈教授见状 赶紧出来打原厂 说他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 胡白一懒得废话 直接告诉施利扬 双方的秘密事情就不要再打听了 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 合伙做事就挺好 此时一旁的小楚又开始搞事 指着胡白一骂江湖骗子 还说一开始就觉得他不靠谱 甚至把前面那个老师的死 怪在了胡白一身上 气得王胖子一把将他按倒在地 陈教授也在旁边批评了两句 胡白一倒是不想跟年轻人争论 只说自己既然收了钱 就一定会负责到底 至于跟不跟是他们的事 根据麦士来看 这地方正是透地石榴龙的龙尾 王胖子也看出这里并不简单 胡白一抽出手电筒 四处照了照 紧跟着周围悬挂着的棺材 便开始晃动 胡白一解释说 大道龙形自有针 针龙只有在暗处才会显现 很快一旁的寿门内传来一阵百物 还伴随着奇怪的叫声 紧跟着 陈教授就看到了先前死去的老师 他鬼使神差的走了进去 其他人见状也不得不跟上 这其实是一种幻觉而已 毕竟这种墓穴长期不透风 一缺氧就容易出现幻觉 就在这时 其人发现来时的路变样了 王胖子怀疑是鬼打墙 胡白一则说 这是墓主在引路 也就是金爵女王 胡白一一转头 突然看到了死去的战友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还是让他心脏漏拍了一小会儿 胡白一带着剩下的人 打开一扇石门 这里面是一个密室 中间有一个石像 跟沙漠上的差不多 只是体型很小 壁画上则记录着金爵国的一段历史 据说金爵女王是鬼动族的末代鬼母 而他的眼睛是虚数空间的入口 也因为这个鬼动族的后人 世世代代都要背负着诅咒 后来金爵女王去世 西域联军趁机攻占金爵国 谁知当天却突然来了一场黑沙暴 联军被全体吞噬 除了历史记载外 还有一则预言 说的是有八个人会被选中 然后通过七层考验 进入林寝复活金爵女王 这七层考验 也就对应着之前壁画上的七个等级 第一个是恶鬼 也就是最开始的金甲师 其次是牲畜 也就是那群黑蛇 第三是奴隶 对应着的一些干尸 第四守护神 对应蛇怪 第五是巨童人像 第六是虚数空间 最后是狮香抹育 巨童人像 也就是密室里的那尊石像 王胖子这个动手动脚的毛病没改 趁人不注意挪动了上面的石珠 紧跟着周围的墙面和天花板就开始移动 最后出现了一条通道 通道两边全都是巨大的石墙 此时后面的石墙已经开始合并了 虎八一健壮赶紧提醒大家逃跑 这要是动作慢了 铁定要被夹成肉泥 结果惊慌之下 王胖子和其他人被隔绝开了 来不及不多反应 双方只能各自逃命 谁知道王胖子竟然遇到了 班山的那俩人 其中一个因为动作慢被夹死了 王胖子只能跟剩下的那个 抓紧时间逃命 之后不久 虎八一和盛利扬也一起被隔开了 他们俩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成功来到了尽头 这里是一根石柱的顶端 在这里能纵览全局 虎八一在这时想到了四项吃虎索 风水有24项 天有28星宿 整个金爵古城以洛树为基础 按照五行24方变化布局 石阵被启动后 空间也重新排列了 新的布局对应着28星宿的运行方位 这里的机关也被称为天砖密道 与四项吃虎索同理 要想破阵先要开锁眼 根据石柱的分布和运行的轨迹来判断 锁眼就是斗秀 他们要做的是按照星位踩过去 每一块石柱底下都有机关 他们会根据重量判断 是否达到了触发标准 一旦踩错 必死无疑 位置的确是踩对了 但这些石柱这么多年了 已经有一些脆弱 过去直接塌了 还好胡八一跟盛利阳命大 及时跳到了另一个平台上 并成功找到了锁眼 他们当前处在鬼秀位 鬼秀主惊吓 所以此处多凶 很快地面上的方块就开始接连往下掉 这地下室万丈深渊 胡八一赶忙带着施里阳飞奔向锁眼 可锁眼在另一块平台上 这中间的距离太远了 根本跳不过去 胡八一掏出飞虎爪 抓住上方的石块 抱着施里阳荡到了对面 总算是有惊无险 整个金爵古城的空间都是关联的 以暗流为动力 自从审殿机关开启 整个金爵古城的空间 就开始不停地移动变化了 胡八一要来了施里阳手里的两块玉佩 这里面含有云铁 是驱动金爵古城机关的枢纽 胡八一用玉佩转动了锁眼上的机关 很快周围的石柱再次发生变化 并组成了一条通道 而这里的大石门 竟然跟当年胡八一 在昆仑山脉遇到的石门一样 就在这时 陈教授一行人和王胖子接连赶了过来 看到大家都相安无事 胡八一也松了口气 这石门后面应该就是金爵女王的灵情 至于石鹿地下的无底洞 应该就是鬼洞族人所说的虚数空间了 据说看到虚数空间的人就会染上诅咒 就在大家为此讨论的时候 先前遇到王胖子的那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一把掀开衣服 只见肩膀上有一个眼睛形状的标志 就像外面的那群干尸一样 原来这个男人就是鬼洞族的后裔 他之所以来这里就是为了解开诅咒 石立杨文婷慈言也说 自己的母亲也有这种印记 鬼洞族的人会感染上一种罕见的血液病 现代医疗根本无法救治 只能活活等死 不定如此 这种病还能遗传 所以石立杨身上也有这种印记 他父亲之所以执着于寻找金爵古城 其实就是想要解开鬼洞族的诅咒 拯救自己的妻女 现在距离真相只差临门一角 可其中一人却在这时想起了那则预言 被选中的八个人将进入林寝 复活金爵女王 他们几个正好凑取了八个人 不管怎么看都不应该进去 可是来都来了 而且已经到林寝门口了 现在说放弃 岂不是太过可惜了 男人掏出手枪 逼着胡八一去开门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要进去 胡八一看了看 这道门是三宫千重锁 需要三个人同时开启才行 于是他和王胖子以及施里扬 各自站在了三个方位 按照胡八一的指示 很轻松的就打开了石门 这不是鬼魂 只是石像染料中的铁元素 有记忆的功能 在磁场的影响下 会记录一些当时的影像 进入灵寝后不久 石门就关闭了 这周围有很多庞大的尸骨残骸与石像 最中间摆放着昆仑神木做成的棺材 这种木头可以保证尸体的鲜活度 使其万年不符 非常神奇的是 施里扬感觉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他一时间有些精神恍惚 此时男人开始威胁胡八一和王胖子 上前开关 胡八一照立在东南角点上蜡烛 露出摸金符拿出铜钱 发秋印摸金符 胡八一和王胖子拒绝继续行动 而后面的男人却百无禁忌 一把就掀开了金爵女王的面具 谁知道却发现 他长得跟施里扬一模一样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 施里扬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不见了 男人顿时慌了神 他认定施里扬是金爵女王假扮的 目的就是要引游他们进来 男人刚要开枪 却怎么都打不出子弹 下一秒 尸体竟睁开了眼 紧跟着男人便不受控制的 开枪杀了自己 其他人也相继变得风魔 但在胡八一眼里 尸体依旧是尸体 倒是周围那些巨大的尸骨残骸 这局尸骨是专门守护金爵女王的 胡八一一行人全被当成了入侵者 对方抡起爪子就砸了下来 胡八一不信诈尸 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关 肯定是他们触发了启动按钮 胡八一扔出飞虎爪 抓住了尸骨的手腕 趁机爬了上去 结果对方张着血盆大口咬了下来 再次醒来的时候 胡八一处在一个周围全是红色的不明地方 他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 金爵女王就站在对面 他身形巨大 额头的头盔中间 有一个东西在旋转 像是入口一样 金爵女王看着胡八一轻声说道 伴随着他一摆手 胡八一又重新回到了现实空间 他还没缓过神来就听见有人在唱军歌 上天一看居然是之前的几个战友 胡八一知道这肯定不是现实世界 不过就算是幻觉也挺好 起码他还能再跟战友们说说话 这次幻觉反倒是让胡八一解开了心结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肯放过自己 现在能重新看到大家 胡八一的心愿总算满足了 很快他恢复了理智 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正被一群树藤缠绕着 胡八一赶紧掏出小刀 挣脱开束缚 最后第一时间就下王胖子 十里阳就被困在不远处 胡八一用飞虎爪将他拽住 王胖子则捡起地上掉落的手枪 两人合力救下了十里阳 并成功将其唤醒 这些树藤都是从棺材里冒出来的 很快一朵诡异的花从里面钻了出来 这就是诗香抹郁 也叫恶鬼之花 能用气味和颜色制造幻觉 自从他们进入灵寝 看到的一切就全都是幻觉了 胡八一说 这东西在九层腰塔里也有 王胖子见状抬手就是一枪 谁知这诗香抹郁近半点事都没有 看来得连根铲掉才行 他们仨一边躲避着攻击 一边朝着诗香抹郁猛砸 胡八一借助飞虎爪荡了过去 想用弓兵铲砸烂花蕊 胡八一被树藤抓住了 诗香抹郁为了保护自己 释放了大量的花粉 导致胡八一和王胖子都出现了幻觉 幸好他们俩脑子足够清醒 胡八一划烂了花蕊 诗香抹郁也烂了 再次打开昆仑神木的棺材 胡八一看到了真正的精卷女王 早就变成一具干尸了 现在危险算是暂时解除了 可是陈教授却完全疯掉了 此时周围开始坍塌 再不走就都得死 很快一大群老鼠跑了出来 胡八一只能赶紧带着大家逃跑 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在昏睡着 来不及叫醒他们了 大家只能赶紧跑路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 胡八一看到了此去的战友在为自己指路 而顺着他指的方向 最后几人成功逃了出去 而且刚好遇到了那个向导 胡八一悄悄拿出一个盒子 这是精卷女王棺材里的东西 骨体这就是解开诅咒的秘密之一 至于当年九层腰塌里发生过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今次疫情 胡八一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而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鬼吹灯 知精卷古城 作为一部网大 本片的制作水平实属上乘 虽说部分角色的塑造不是很好 但片中的王胖子却极为亮眼 算是比较贴合远注了 就是有几个配角有些多余 大可以去掉 以及班山一族的人 出现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兀 如果这两个地方优化一下 整体的观感会提升不少 许多场景都展现得非常震撼 完全不输给剧版鬼吹灯的特效 个人十分推荐观看的哟 这个地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